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已经采取防御部署稳定投资表现 债券年期是减短 以至在墙那边如果有什么移动 对我们的股值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而我们利率的收益 利息收益也比较平稳 和长远一点就是多元化 比如我们一路的私务股权 或者房地产的投资 一路慢慢增加 他又说减压之后 楼市成交和看楼量微升 实际对市场影响需要时间观察 估计美国利率会高企一段时间 会不会再加息仍然有不确定性 有线新闻 文芳报导 第一日减股票印花税 但未能够立竿见影 成交未见反弹 港股连跌两日 收市跌近400点 有市民说减税幅度未算吸引 基金价认为短线买卖活动有机会增加 王浩南报导 股票印花税首日下调 但投资者反应 不见得太着弱 作用不大 根本就是 都好像以前那样 都好像大陆那样 就是买不收 都比较多些人吸引 当然啦 借账全减了 是吧 不过政府都要收入的 是 理解 今次股票印花税 买卖双方由各自支付0.13% 下调去到0.1% 其实只是重返2021年8月交税前的水平 有基金经理认为减税对短线或者大手买卖 或者有作用 但相对海外不收税吸引力始终有限 做edf trade是不需要避 不需要edf 就要受欢迎 对于short term和做leverage那些就有利用的 但也不够吸引力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整个配套 就是我们流通性不仅是印花税 印花税回到以前就OK了 其实最重要就是有钱赚 环顾全球不少地区只是收单边人花税 就是只是向卖方或者卖方收取 例如是内地、英国和新加坡等等 但香港一向实行双边制 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股份都要缴税 这是合共需要支付0.2%的税控 有线新闻王浩林报导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出席APEC会议期间会谈 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护卫关系 究竟新时代要求的双边关系 习近平强调历史、台湾问题 日方必须確守信义 岸田文雄就呼吁中方 立即撤销对日本海产的进口禁令 上方同意透过谈判 解决核污水排海问题 郭桂乙报道 习近平和岸田文雄握手合照 之后会谈大约一个小时 习近平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签署45周年作为开场白 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绩 风险挑战层出不穷 两国关系正处于成先啟后的关键时期 上方要体验互卫合作伙伴 互不救成威胁的政治共产 和平共处 世代友好 互联合作 共同发展 是符合中日联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方向 互联合作伙伴 互联合作伙伴 搞小院高场脱欧断练 对哪一个都没有好处 两国领导人重新确认 在日本福岛合污水排海问题上 习近平说 首先新闻国慧仪报道 今次是中日相隔六年 指示中方有意透过巩固关系 拉拢同美国越走越近的日本 习近平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以及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之间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期在后排 新加坡总理利显龙旁边 这场非正式会议 企工作五宴 主题是气候及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指出可持续发展 是解决当前全球问题的今日时 呼吁各国凝聚共识 聚焦行动 强调中国深入贯涉新发展理念 推动绿色低碳经济社会 包括一带一路环保建设等 主持会议的拜登 表示气候是全人类的生存威胁 在座各国都面对这项挑战 他说美国已经大力投资应对 包括推动发展海着新能源 拜登在峰会之前 亦都和工商界领袖会面 重新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发展 同时会维持美中关系稳定 掌握一些额团的 所见不到执行的 只是继续的 市场标凶联系 我们争处的 区称和区别人 和区别人 与疫情 千万 坦坚 能够面 十几千 突几千 共识 《書面發言》強調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要秉持亞太經合組織的初心 堅持對話而不對抗 結伴而不結盟 維護地區繁榮穩定 創造合作共贏的開放型亞太經濟 他又說今年中國經濟持續回升 會堅持闖開大門搞建設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歡迎全球工商界來華投資 共享中國高質發展的巨大機遇 由線新聞 郭榮媚報導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亦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入場後 先跟外長王毅握手寒圈 之後跟坐在旁邊的國家主席習近平點頭 會議開始之前 習近平先後兩次主動跟陳茂波聊天 對話大約四分鐘 陳茂波會上提到應對氣候變化 關鍵在於加強國際合作 履行確實有力的政策 至於全球綠色轉型 他表示需要政策資金和技術配合 期待與各亞太經合組織成員加強合作 中美商務部長開會討論經貿領域的國家安全問題 黃文濤在三藩市和雷蒙多舉行中美商務部溝通交流機制的首場部長會談 形容對話務實 富有成效 沿同美方落實中美元首會談的共識 加強對話 管控分歧 為兩國貿易投資合作 創造良好環境 黃文濤說 國家安全犯化、政治化 影響正常貿易投資往來 並就半導體出口管制制裁中國企業和關稅等向雷蒙多表達關切 雙方同意明年首季舉行商貿工作組會議 推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合作等等 有提名他的三位成員說 相信他是愛國者 不後悔提名過他 當局重申施審會已經確認所有參選人符合法定要求 黃家俊報道 有網媒揭發圖號信 參選2019年拘選的時候 宣傳單張曾經寫有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等的字句 他在社交平台發文回應 說當日以獨立訴人出選 反對用暴力方式爭取改變 曾經擔心無法通過資格審查 現在成功通過足以證明他迷途之犯 以三位成員身份提名他的陳思靜說 本身不知道圖號信當時的主張 但認為他並不偏激或不愛國 不後悔提名過他 究竟那個人是愛國還是不愛國 我不是看他以前做過什麼的 我是看他究竟現在是一個什麼人 老實說一句 現在建制派是否真是個個愛國 還有資格提名人的話 真是有個年輕人 當日是說過五一光時的 當日是說過的 接著他這幾年是真是國今時而作廢的 不是假的 是真的 是感覺到他親身力行是做到出來的 來找我拿提名 找我拿簽名 我一樣會考慮 甚至乎一樣會簽給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就說 如果參選人已經真誠改過 相信資格審查委員會會佔立 政府發言人回覆說 區議會諮審會認為 全部候選人符合擁護基本法 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裁定他們提名有效 天水圍北的候選人 還有姚國威和賴月君 陳思靖也已經參選天水圍南及平下 同區候選人 還包括鄧偉健 陳彥均和素遠 有線新聞王家俊報道 繼續新區選系列 今天看看游資望南選區候選人 對香港夜經濟的看法 陳慧欣說一下 游資望南有不少景點 怎樣配套才可以攪活區內夜經濟呢 有人形容富有歷史的苗街 已經變成港人不慌 遊客不訪的情況 候選人有甚麼好竅可以攪旺苗街呢 游資望南 其實是一個很有文化藝術的地帶來的 而我的政綱亦都提出 要打造一個藍九龍文化長廊 我認為透過文化藝術的活動 令到街坊有更多參與機會 透過這些機會 才可以進一步帶動到我們的夜市 而這個夜市 我們都可以有更多的空間 讓我們不同的返商 或者是商界的朋友參與其中 我覺得除了是港人在這裡擺桌 我覺得非華裔都應該給他們一個機會 他們來擺放一些檔攤 可以有不同的文化的交流 或者他們喜歡的食物 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分別 這樣就可以叫多些 政府不是推出了一個夜繽紛的 其實我覺得游資望 廟街如果想做一些特色的主題的話 可以帶出一些中國文化的氣息 另外這件事可以保留原貌 它本身的街原有的特色 這件事都會比較吸引一些遊客 市民都可能會比較喜歡 大家好 我是陶崇榮 我的政綱就是尊重婦女 關愛兒童 在疫情之後 香港的經濟民生受到衝擊 而政府現在亦都全力推動一些措施 去復償我們的經濟 而游資望區是一個新舊融合的社區 裡面有很多元素值得我們去挖掘 而在推出這些措施之餘 韋希認為你應該平衡好經濟發展 和我們居民的居住利益 讓我們的市區都能夠搞活起來 當然我們支持商業增加 和顏色的香港 但我們也需要考慮住居民的影響 因為在城堡街上 有時會很激烈 所以民眾都被影響 所以我們需要找到好的方法 我們可以移動這個商業增加 還有其他地方 讓市民增加 和居民增加 為了促進第二市場成交 將居屋、陸自居和租資單位的保證期 統一延長至50年 建議通過之後 保證期多過10年的單位 將會增至9成8以上 另外二手單位按揭還款期 會延長至30年 明年3月起生效 一手市場買賣亦有放寬 按揭保證期和還款期 同樣由25年延長至30年 有明年1月起生效 開學至今接年有學生興生 多國議員關注政府有甚麼對策 醫務衛生局承認 情況響起極大警號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黃仁龍說 日後學生要追趕學業 令問題進一步惡化 尤俊華報導 開學至今不足三個月 接年有學生自殺 多名議員關注背後的原因 醫教社同心協助計劃 這些方案 似乎是最近在現實世界之中 又未能夠做到早發覺 提供協助的作用 從而拯救生命 面對一個又一個 原本是年輕 應該是旺盛生命的人 人士生命的喪失 請問當局有沒有一個緊急的應對措施 有沒有了解背後這班小朋友 他們本身精神健康的狀況 或者有沒有接受一些精神健康相關 或者心理輔導的治療 還有有沒有服用藥物 我們高度關注精神健康的議題 就是學童自殺的問題 事件令人痛心 而且已經響起極大的警號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黃仁龍說 疫情前學生自殺的問題 已經很嚴峻 慕常後他們要追趕學業的壓力 令問題進一步惡化 他那個能力是比較追不到的時候 那種無力感 那種沒有什麼方向 沒有什麼希望的感覺是非常強 有些當然還有家庭的問題 疫情影響經濟的問題 整個氛圍都變得比較上惡劣的時候 變得比較上困難 黃仁龍又說 目前學校首要是特別照顧 精神健康教敏感和高危的學生 有線新聞由進化報導 小一自行分配學委結果 下星期一公佈成功率達49.9% 今年有大約4萬2千個學童申請 當中大約2萬1千人獲派學委 成功率達49.9% 按年增加3個百分點 創最少16年來新高 家長要在下星期三和四 都學校辦理手續 休息回來會報道